今天台股盤中大跌了583點 跌幅超過7% 台股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跌幅 其實之前我們經管會主委 曾明忠先生 他要開放台股漲跌幅10%的同時 我內心其實不表示贊同 為什麼 台股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跌幅 台股是一個淺跌性市場 他的寬度跟深度都不夠 開放到10% 他只有鑄跌的一個效果 因為市場上的慣性 他之前都是5 6% 漲了5 6%他就賣 他不會等到7% 14%才賣 所以不容易看到漲金板 但是相對的如果他 下跌過程當中 5 6%就賣了 因為他怕會跌7% 他甚至更怕會跌10%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開放10%之後 要漲停板的不容易 但是要跌停板 確實相當的容易 鑄跌的效果已經 呈現在台股了 4個月的時間跌掉2800點 一個月跌了700點 所以曾主委的一些措施 大部分都是為政府著想 沒有辦法他是官員 比較沒有站在展覆這一邊 不管是資券額度的開放 或者平盤以下可以放空 現股可以當沖等等 他的原因就是希望 台股的成績要放大而已 而且是當天的成績要放大 所以鼓勵一頭沒有去當沖 但是作為一位分析師 我不會鼓勵我們的客戶去當沖 你沖了越多次 政府的稅收越多 對不對 但對一個會員的資金來講 不會產生任何長線的收益出來 所以一些措施 對目前台股現況 都不是很理想 說實在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那個太上皇的條款 正所稅 正所稅是根本的源頭 這是很大家很容易看透的一件事情 從正所稅說要實施以來 有課到稅嗎 那台股的資金有沒有外流 我相信曾主委也看到 我們一些政府官也看到 那台股的一個外流資金就是去香港 就是去大陸嘛 我一些客戶的資金 他們也都去大陸香港投資了 眼睜睜的事實大家都看在眼裡 這個太上皇的條款為什麼不拿掉 對不對 要拿掉就快一點 不要拖泥帶水 拖得越久 台股的市值蒸發就越大 錯誤的政策就比他們更可怕 真的是這樣 一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讓台股市值蒸發掉 1.5兆 貪污也沒辦法貪污那麼多 所以呢 對於整個一個台股的一個架構 我希望政策的一個實行 真的考慮完之後 做對繼續做 做錯改改就改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對今天台股跌了583點 這樣的恐慌性的一個賣壓出容同時 根據以往的經驗 差不多就是這樣而已 差不多啊 以前台股有跌過7%嗎 並沒有啦 縱子出現嚴重的一個利空 縮小漲跌幅3.5% 也沒有跌過7%以上的水準 所以我希望投資料 你能挺過今天 我希望你今天 當台股來到7203點的同時 你不要把你股票賣在跌停板 賣在那個位置 真的會相當可惜 因為恐慌性的一個沙盤已經出容 所以有些股票 今天當然我會站在買方來思考啊 這我們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台股從開天比例以來 今天盤中最大跌幅超過7% 這種恐慌性的一個沙盤 伴隨著出來是1400多億的成交量嘛 那大部分的散物投票今天被迫出場 因為兩根跌停板嘛 20%融資就是五成 你就要追繳啊 你沒有錢補就是要斷頭啊 所以今天很可惜 台南中這個位置 大概五六百加了一個跌停板啊 那當市場上全部殺出去 他就拉上去嗎 本來跌了583點台股 後來變跌376點嘛 拉200點啦 所以我希望投票你能挺過今天 差不多是這樣而已啦 所以為什麼我之前告訴你 我的一個價差操作 是為了讓你的執勤持贏保態 你要先能生存下來 否則接下來真的有破斷行情 你真的都賺不到 不要有那種迷思 不管你什麼時候進場 你都要大破斷操作 底部進場我也很喜歡啊 大破斷操作我也很喜歡啊 但是台股 朋友之前就告訴你 你有看到底嗎 第一隻腳都還沒有出來 或許今天才看到第一隻腳 所以你怎麼可以妄想 說要大破斷操作 我一定要賺五成一倍 沒有這樣的行情 你就不要硬做 我說如果你不會坐駕駛 你乾脆休息 我不會因為希望你成為我的會員 講一些你想聽的話嘛 來讓我們之間有建立彼此合作的關係 講那些跟我的專業是違背的 我說不錯啊 對吧 所以對於目前的一個短打專案 打帶跑啊 先做價差嘛 如果因為今天的一個台股 恐慌性的沙盤出籠 真的有股票開始有波段行情 我就帶你賺波段嘛 先把資金控管好 對做個5% 做個10% 對 5%做了5趟25% 10%做了5趟50% 怎麼會賣 你看看這檔藍六 今天你要買還是要賣啊 今天跌停板附近你要買還是要賣 我問你 我問你啊 光是這一兩禮拜 第三趟的操作 第三趟的操作 8月10號為什麼要買藍六 縱使是一個價差短打專案 我們選的股票 當然是基油股啊 一檔股票要買進的一個理由都具備了 我才會帶會員做買進 不管是價差還是破端 好不好 營收面是成長14% 融資源在低檔籌碼穩 形態上的突破 以及時間波的一個轉折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8月14號才敢帶會員買 買在176 買完之後動了三天 先拔檔一次 8月18號183賣嘛 一趟賺7塊啊 那接下來呢 8月18號三天 是不是叫一個小坡動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那個大膽專案 大概一個禮拜 會操作一趟嘛 對吧 8月18號漲了三天 183先賣一下嘛 那上禮拜二賣一下之後 股票是不是壓回 再低接嘛 當天來到175.5 就是我們第一次承接的位置 176附近嘛 所以8月19號 壓回修成176再接回啊 再把它買回來啊 那隔天是不是來到186 那禮拜四 有10塊錢左右的價差 你當然可以先賣一下 那不然禮拜五 早盤是紅的還是可以賣啊 當初最高點188.5嘛 所以你還是有186附近的交易 可以讓你衝容不迫的下車啊 六個交易日做了兩趟 你覺得可以還是不可以 我問你啊 176買 183買 下來176再接回 186附近做拔檔嘛 兩趟六個交易日 每一趟一個價差差錯 大概都7塊錢左右嘛 是不是 那170的一個股票 兩趟的報酬率十幾塊錢 是不是將近10% 一趟平均5%嘛 40%落袋了 上禮拜五啊 早盤還有紅的讓你賣 對上次188不要追 這次188.5當然也不可以追嘛 價差的原則性 上五天做一趟嘛 是不是 所以該賣的同時我們會帶你 安全的獲利下車嘛 那今天一個藍六呢 股價的回檔 可不可以進場操作 營收面 我們講還是成長14%啊 對 籌碼面呢 融資源一樣在低檔嘛 所以 今天可不可以風低承接 今天160以下很好買啊 真的很好買 今天是我們第三趟的操作 先跟你講清楚啊 所以 行情的一個架構 你要看清楚 你要隨時而轉 你不可以想得太美好 每一趟 每一次的進場都要賺五成一倍 沒有這樣的行情 我不會說這樣話 因為說的會給你害 為了要你 讓你成為我的會員 我告訴你 現在來跟我合作 有五成一倍的股票 這種話我講不出來 所以我為什麼電視當中 不應的期環告訴你 該做價差就價差 該短信就短限 我就是要保護你的資金啊 先把你的資金控管好下來 每次五趟 多少錢 真的有五成利潤 你看我賺得到還賺不到 行情是跌了兩千八百點 不是漲了兩千八百點 如果漲了兩千八百點 我告訴你 我只能賺五趟十趟 你也不會成為我的會員啊 我自己也會自動下台 所以價差的一個操作安全度 對你來講 是符合目前台股的現況 彭文權這檔也是一樣啊 8月12號 因為他在第一檔13天 所以我買他 那又有題材性了 買在這個位置 所以很容易工漲停啊 8月12號 對不對 買了幾塊錢 買在五十一塊半啊 當天工漲停啊 五十二塊八嘛 因為第一檔啊 掌握的就是題材跟低檔區嘛 所以五十一塊半買完之後 工漲停啊 8月12號是禮拜三嘛 那經過兩天 8月12號是禮拜五 漲勢不如預期 那我就賣啊 小賺還是賣啊 可以賣在五十二點四啊 紅泉這檔股票 對不對 這邊買 工漲停 三天漲勢不如預期 8月12號這一天啊 五十二點四先賣啊 小賺一塊 總比你現在不賣 變成賠了十塊要好很多吧 今天最低四十二點八啊 我賣在五十二點四啊 是不是差了十塊 那我價差的操作 賺一塊對不對 OK吧 你都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對於今天台股的一個下殺 這個過程 盤中跌了七八 那五六百甲 的一個上市櫃股票 跌停板 非常恐慌 我做到投票 今天已經失了方寸 因為盤中跌了五百多點啊 你會不會隨著市場上逐波 隨波逐流 問你自己啊 你的股票有沒有賣到跌停板啊 如果有 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如果真的不小心賣到跌停板 沒有關係啦 如果今天 你恐慌性殺盤 讓台股產生第一隻腳 那你當然有翻身機會 所以我才告訴你啊 今天打打專案 打帶跑啦 價差操作原則之下 如果有破斷行情的股票 我們會帶你做破斷 我怎麼可能一檔股票 有辦法賺五成 我只帶會你做五趴 是不是這麼說 五趴如果賺到財 五成我早上賺給你啦 對今天的可乘 超跌啦 今天跌到274.5 親愛的觀眾 它的基本面 漂亮啦 七月營收年成長率高達13% 34% 很漂亮一檔機優性的股票 那整個可乘 下半年業績會不會更旺 在蘋果iPhone 6s的訂單加持之下 當然會更好 看一下七年度的可乘的業績表現 從四月份開始 足跡往上递增 尤其是每年的第一世紀 是它的旺季 營收成長最高啊 所以接下來今年度呢 在iPhone 6s的加持之下呢 第一世紀又是它最旺的一季 所以我認為業績一樣 會逐月的一個增溫啦 所以七月營收跟七年度 比較成長的4%嘛 那第一世紀是它最旺的一個季節 所以我認為七年度的可乘 業績會讓它的EPS 往上成長啦 七年度的可乘 EPS大概23塊多 七年度的前半年 賺了12塊錢啦 那如果下半年逐月增長 下半年業績一定會比 上半年12塊錢的EPS要更多嗎 所以七年度保守估計可乘 至少有25塊錢啦 法輪圈、外資圈的看法 是30塊錢的EPS 七年股價剩幾塊錢 剩274.5 本利比剩9倍 這種超跌的基歐股 我會不會買 我看到今天恐慌性的一個沙盤 已經出籠同時 我買在288附近 我買在288附近 最先止跌的基歐股 我們在11點28分 告訴我們會員 288附近買進 拉上去了 11點28分啦 當初股價 手腳快的會員當然有買到 11點28分 286嘛 286.5嘛 287、288嘛 接下來會員的馬盤有進去嗎 那如果 一開始 手腳比較慢的 接下來 大概30幾分啦 也有288以下讓你買 有沒有看到 11點36分 有288、287、286 有沒有 11點37分左右還有286附近讓你買 所以今天288一定買得到 最先止跌的基歐股可乘 最先止跌的基歐股可乘 288附近買 經過9分鐘 37分 有沒有 在286嘛 沒有錯吧 所以同樣對時對價 今天288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呢盤中 還拉升到300附近啦 所以對於今天 台股盤中跌了583點 這種恐慌性的一個沙盤 觸容同時 我們跟你策略 原則沒有改變啦 短打專案 以價差 為原則性 但是 如果今天開始台股第一隻腳已經浮現了 波段式的操作 我們會一併帶給你 打袋袍就是你目前最好的一個操作經驗 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0現場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2781-01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打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1909 2781-01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打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2781-01909 2781-01909 家就在這裡 我希望能夠來到這裡 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這裡就是我們的娘家 不管你是從哪裡來 我們是一家的 做社會服務雖然累 感謝政府和外配基金 讓我們現在有能力 可以回饋社會 政府有完整的輔導措施 協助新住民 新住民 新力量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台股總共跌掉了2800點 跌幅相當的一個驚人 也相當的快速 所以呢 高檔區的股票要不要賣 為什麼我一再不厭的騎板 用力旺 這張股票來告訴你 要做價差出來 我要提醒你了 我們不僅有辦法做到價差 該賣的高檢區 你要跟著賣 否則很難不被大盤拖下來 你手中的持股 哪一檔股票沒有被大盤帶下來 很少沒有跌啊 包括力旺也是一樣啊 今天跌停板257.5啊 如果我483不賣 428不賣 378不賣 336不賣 包括上禮拜 我都不賣 那今天 今天你怎麼辦 我問你啦 你股票都不賣 接下來力旺你怎麼操作 我問你 你就等解套而已啊 所以我認了一次架上的賣點 你有同步來跟我做動作的 至少那個下跌段的風險 你都可以避開 你不是每天看著股票漲跌 都沒有做出任何動作 那你在這個台股的一個 本身的涵裡 就失去啦 就不見了嘛 投資是為了賺錢啊 那為什麼會賠錢嘛 因為捨不得賣 因為第一趟賣點483沒有賣 所以呢 你要等到483再賣 那428跟著賣 你呢 下來呢 又捨不得賣 都是這樣啊 日復一日 週而復始啦 輸家 為什麼永遠是輸家 關鍵不能買嘛 不能先走一座嘛 講那麼多次的力旺 加差的動作 每次的賣點 我不是拿出會那個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嗎 保證一定都跑得掉啦 哪一次沒有跑掉 是不是 包括最近 298接回 當天告訴你先賺價差 再看波段嘛 你先要有持營保態的一個 技術層面的操作 你才有辦法迎接未來真正的波段行情 這幾個我已經說過出幾個片了 我不會跟你吹噓 對 298來跟我買的有大波段行情 可以漲到483 可以漲200塊錢 我講這些話 對我自己本身的專業 打一個耳光 因為今天股價剩257.5 有更低點了吧 所以上來是不是要賣 8月7號 這個位置已經買到夠低了喔 是不是 但是我還是告訴你先賺價差 先賺價差 8月7號 幾疊 站在買幫 298接回 3天了 再賺一次價差 幾漲要會賣 345賣 3天是一個小波動 沒錯吧 298到345 10張47萬 落袋一下 8月11號 落袋完之後隔天322接回嘛 沒有錯吧 逢低乘接啊 8月12號啊 那3天又是一個波動 343賣 20幾塊錢也是利潤啊 要懂得賣 8月10號 上上禮拜五 賣完之後17號跌到308 有沒有 我把買點畫在這邊等你啊 不怕你知道 怕你不會賺而已啦 有沒有來 隔天18號是不是來了 事前的規劃啊 你是不是得到一個印證 8月18號當然要做接回的動作啊 3天啊 對 你高檔有先賣的 343嘛 對 啊 3天下來啊 是不是一個小波動的一個回檔 306接回嘛 那306接回 來到20號是禮拜四 是不是又3天了 短線走落 313先調節一下 這一趟賺最少 賺最少 但是至少那個賣點 8月20號那個賣點是對的 是對的啊 上禮拜四 即剛 這個只是一個小波動啊 我最主要是告訴你要會賣 股票不管對錯 該走人就走人 不要拖泥帶水 稍微遲一下 下來又是一大段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四 313也是賣一下啊 禮拜五 然後 跌到286啦 同樣下來你想不想做加差 你想不想做 我們之前的每一次賣點 我們都1510的平時讓你知道 那今天跌到257.5 同樣你想不想跟著我們一起做加差 想不想做 還是 又要我畫給你們看 買臉在哪裡 我總之今天畫給你看 你會買不會賣 一樣徒勞而無功啊 所以我希望同樣你要跟緊我們一個腳步 跟緊我們盤中的訊息啊 對我上禮拜四 313會懂得賣先跑嗎 今天又來到257啊 一張是不是差了五六十塊錢 那你為什麼之前這些高點都不賣 今天來到波段低點 你才要發出所謂求救的訊號嗎 不需要 能幫你預防的 就是高點我們都會賣 架差的動作是你目前的當務之急 先把你的資金持因保財 每一段5%5%的利潤 或10%10%的利潤先賺下來 真的有波段行情 我們一定帶你賺 這一檔黃田 我們在8月14號提供給你的 福斯集團的概念股票 第二季營收率的新高 當初股價長黑134 沿路的漲 漲到159上禮拜五嘛 同樣超強股 因為大盤跌了2800點 它沒有跌到 不僅基本面 籌碼面 形態 它都符合下來可以低階的一檔 集合性的股票 所以我上禮拜我告訴你 下來可以買 今天受到大盤影響 跌停板 134.5了 回到這一根K棒的位置了 下來當然要找買點 所以同樣 對於今天的行情 我希望你能撐過 盤中跌了583點 五六百家 個股跌停板 撐過今天 我相信明天的行情會不錯 恐慌性的沙盤已經出籠了 該怎麼操作 我們這邊會給你最好的策略 目前短打的專案 同樣是你最佳的一個操作建議 但是因為 今天有可能產生第一隻腳 如果未來 接下來有破斷行情股票 我當然帶你賺破斷 所以打帶跑 希望你 每一檔訊息 都可以 從容不迫的 跟著上車 明天同期時間 再會 氣密窗專利複合式島塊 使命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巴菲特 巴菲特 評價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明兒278101909 278101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特固 0227810909 0227810909 降一度 降兩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六度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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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介紹的是一台 不需要壓縮機的冷氣 第一台不需要安裝冷煤管線 真正可以吹出冷氣的水冷氣 應該說它是一台 可以隨時移動的水冷式冷氣 免工具 免安裝 沒有壓縮機 不用冷煤 只要146瓦 真的超省電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氣機的 散熱片的散熱原理 以及中央空調 冷卻水塔的降溫的冷淋效率 達到冷氣的效果 在背面的進氣孔 設置了大片的棋片冷卻網 散熱網上方 是一排灑水孔 啟動電源以後 灑水孔會界限性循環出水 把棋片冷卻網淋濕 大內機的網潮 會快速的 大內機的網潮